現在我們都給大家一個時間開放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這個時間問 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看看想哪位嘉賓回答 也可以 問一個問題 你說現在在下載一些諷刺 寫政府經驗到來會發發呢? 有些改了一些卡通或改了一些東西 即是改圖 是的 改圖的二次創作 用來控制社會會不會發發呢? 現在可以嗎? 很快 儘管補充 剛才你說網民很喜歡你做這些事 是否有問題 新的那一部分 如果看回這個圖 新的那一部分就是這裡 由這條問題開始 下面的那些是新的 如果沒有了這筆東西 即是說如果你改圖 不是落入現在的許可使用的時候 就已經是民事侵犯了 現在新的加入那些 才加入氣房 才會有下面的那堆問題 即是好了 即是說現在准許的法例 好了 這一部分好了 但是它加回一個損害性傳播 那個是刑事的 是的 如果你下載了下來 是會是複製裡面是有問題的 你複製如果你不是賺錢 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 因為仍然有問題 在現時的法律 擺盤用的人可以決定 你有沒有權力 你複製的人有問題 如果你是用來… 你複製的人有 copywriting 當然有問題 你嘗試它在電腦裡 你可不可以下載到一幅圖 而在電腦裡面是不複製的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我傳播沒事的 我知道 傳播和第二個權利 Cash 也是這次才能入到的 Caching 是的 即是… 連 Caching 也犯法 即是怎樣我下載了什麼 你… 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在電腦裡面 你要下載一幅圖片 在電腦裡面 一定要在Cache Memory 裡面 複製一幅圖 你才可以在電腦裡面看到 如果你在從別人的網站 網站裡有一幅圖 然後你自己的電腦 你想看到這幅圖 它就要在電腦裡面 複製一份的角度 我明白 這個角度 你才可以看到 那我怎麼看 從反權的角度來講 就是… 反權有不同的權利 一個就是複製權 一個就是分法權 我明白 另外一個就是大眾傳播權 這個就是… 你會說這樣的反法 要複製活反法 根據現實法 民事 就是民事的辦法 民事 有民事責任 但是… 這件事 你猜要告不可以進去? 如果他要告的話 可以告他進去 但不等於你會要賠很多錢 簡單一點說 就是說 有些行為 其實你已經造成了侵權 但是 版權持有的人 他未必 他會去告你 你的朋友 如果你發電郵給你 你會發電郵給你的朋友嗎? 你會發電郵給你 那個例子就是 他可以告你 不過他可能選擇不告你 侵權 侵權沒有選擇 你會告甚麼? 傷害是甚麼? 你精神團力的話 是不需要有精神損失的 其實這樣… 我想… 因為很多的… 那些scenario 都可以很不同的 但是… 現在新的修例 其實政府 在之前也有討論過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那個侵權者 他自己本身 有沒有利益在這裡 這個是否重要呢? 最後呢 現在的版本就是說 侵權者本身 他有沒有利用利益 或者是否有牟利 其實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他對於那個… 版權持有人 會不會造成一些 所謂損害性的… 損害 怎樣是損害呢? 其實主要是經濟損害的 就是說你自己 即使沒有得益 但是別人因為你這樣做法 會受到一些… 所謂的… 損害的… 經濟上的損失的話 也有機會 但是… 我想現在我們這樣說起來 有些混亂 因為由刑事 又民事 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有很多侵權行為 在現在的版權條例裡面 已經是有的 只不過現在我們加多一份下去 將那個漁網 所謂的… 以前的漏網之魚 做串流的那些 就是… 現在的版權條例是不包的 現在我們將網弄大一點 將這些漏網之魚 串流的那些人 都包了下去 因為… 在熱界來說 他們很擔心 串流這件事 當然我想… 串流是其中一個 他們一說的是很開放 正如周博言都說 串流以外 即使接下來有些新的科技 都包了下去 希望那些人 用任何的電子模式 去做這些傳播或分法 都是… 屬於… 起碼有一個民事上的侵權 如果情節是嚴重的話 就會有刑事 這就是現在的新的改動 就是這樣 你說有些很雞毛蒜屁的事情 即是… 理論上、法律上嚴格來說 好像教授這樣說 的確是侵權 問題是… 版權持有的人 會不會… 做這些行為、做這些動作 暫時還未會 但我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的 可能將來的事情越來越方便 他可以將自己的起訴 或者控訴你的成本降低的話 反正他會做這些事 我們反過來看 串流打機 例如有些遊戲開發商 Microsoft、Sony 我給你打、我給你打 沒問題 大家玩多一點、開心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豁免 但又得到這個版權持有人的容許 他們可以繼續玩 但如果有一天突然之後 我要收回這個權利 說不好意思 明天開始的話 大家要付錢 才可以串流打機 直播的 那些人就會想 我付錢 如果他又不想付錢 我用另一個方法 行不行 我自己好像黃之鋒一樣 自己找個電話 拍照我自己在打機 跟朋友分享 不好意思 由於你這個行為 在生意中 是沒有受到豁免的 他現在這個權利 我以前也不用的 我現在要用 因為你侵犯了我的權利 可能你一個人 給少了一百元 一個月的月費 但你很多人加在一起的話 我對我來說的損失就很大 我實在警罰 我今天就要動你 剛才Foto落一點 說到刑事那裡 我想問現在刑事 是他寫明 他可以用刑事來控告 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是否之前 都是見過 他們有說過 161條是93年立 那時候就說 可以跟這個版權法一起用的 那現在是他 他亂用 但是因為法官開了才禮 但是他明文寫了他會用 你看怎麼樣 那其實在這一年的4月中的時候 我覺得Charles Wong有個提問 關於161那個 是的 那時候我們也進入了一個 申請關於不捨實使用電腦 當中我們那個申請就提到 其實在這個立法院議 究竟是什麼 當初的不捨實使用電腦的時候 我們發覺在恢復二讀辯論的時候 那麼保安司其實就提到說 不捨實使用電腦 其實主要是打擊一些 就是準備去做一個網上 準備做一個詐騙的行為 或者一些關於 malicious hacking 就是一些惡意的侵害網絡 以及黑客那些 以及一些 unauthorized access of computer 即是一些未經准去取用電腦的行為 那麼我們看到他的時候就這樣說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其實尤其是近年 又再加上近排過了雨傘革命之後 發覺很多政府就用了這個 不捨實使用電腦去控告網民 那麼所以我們就都很擔心 究竟會不會將這個 不捨實使用電腦 再加上這個版權法一起使用 那麼政府當時的回應就說到 其實1993年的時候 他們也都說明 是不會適用在這個版權法上面的 那麼但是我們 就在2005年的陳奶明案件那裡 就看到他用了這個 不捨實使用電腦 再交替這個版權118的刑事罪行 一起去用 那麼其實前兩天 蘋果日報就問過 律政司署他們的回應 他們有個回應 就說他們會嚴格遵守這個立法原意 那麼但我們就不清楚 究竟他現在說的是1993年的立法原意 還是他現在自己想的立法原意 因為其實保安司 其實在這一年 他回答那個立法原意 他就說到哪一條容易就告哪一條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真的會呈醒 起碼三個局 保安局 律政司 和經濟和商務局 他們的口徑應該一致 好 另一位 好 另一位 我喜歡問的問題 其實四位都可以自己去答 我很想拿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香港政府 就得了一個港外 我覺得這個力量更加清晰 不會說日後如果真的過了的時候 會有一些瘋 但是我很想知道 我很希望 任何有具體的個案 都是在用這個fair feeling 但是事實上 在推行的時候 或者是不注意 都是有 牽涉了很多的一些問題的所作 而同時間 我亦都想知道 會不會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例如有些國家 正在用這個fair feeling 但是如果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個案 去了一些fair use的國家的時候 那那個結果又會是怎樣 我想有沒有一些具體 認識的事例 好 如果你從英國來看 英國的公平處理 就沒有這四個因素 在香港裏面有的 因為在英國的公平處理 就是 它是說明是你什麼的用途 然後就可以拿到公平處理的豁免 然後你有哪些要的條件 就不是平衡四個不同的因素 但香港其實是不跟英國的 香港就是 英國再加美國 所以又有公平處理 但亦都有公平使用裏面的四個因素 所以我們香港來說就是 如果跟英國比較 就肯定是沒有英國的公平處理這麼清晰 因為英國公平處理裡面 是沒有四個因素 不需要行動四個因素 所以其實我最大考慮的就是 究竟 怎樣才算是公平處理呢 公平處理在我的角度來講 就是要一個平衡四個不同因素的平衡規則 這個就叫做公平使用 公平處理就是不需要平衡四個因素 或者多個因素的規則 我們就知道究竟有什麼的條件 就可以叫做公平處理 但是你看看英國的法例 英國的法例就是 有不同的條件 例如我們需要有criticism 批評 或者我們需要有private study 這樣就可以達到這個條件 這個就是公平處理 香港不是的 香港如果你看看 例如現時有的戲房 就是你要有戲房 之後還要再考慮那四個因素 是用公平使用的因素 才可以決定你有沒有這個公平處理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就算叫做公平處理 你加下這個四個因素 其實都不是公平處理 是不是拆了 有拆了也有同樣一樣的不清晰 就是我答了你不清晰那個 然後我再答你拆了問題 不清晰的就是 為什麼你覺得公平處理清晰 而公平使用不清晰 第二個標準的答案 標準的答案就是 因為公平使用 就要衡量四個不同的因素 我們就看了 英國的公平處理 需不需要衡量四個不同的因素 那個答案就是 不需要的 所以清晰 香港的公平處理 需不需要衡量 公平使用四個因素 香港就要衡量四個因素 所以香港是一樣 和在美國的公平使用 一樣不清晰 因為不清晰的地方 就是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在美國需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香港也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所以香港不會給美國一定清晰 因為那四個因素 其實你不知道 那四個因素 其實你不知道官方是怎麼判的 但是如果你在英國的情況 就是不需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你寫明是怎樣可以獲得罪免 那你就立即可以知道 怎樣可以獲得罪免 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想比較的就是 你看香港現有的法律 第39條 第39條 第39條是不需要衡量四個因素的 所以第39條我覺得是清晰的 因為你知道有些什麼因素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這個公平處理的割免 但如果你看到38條 41A和54A 就要衡量那四個因素了 那其實一樣是不清晰的 因為你不可能知道 究竟那四個因素是怎樣衡量的 但是到貿易員的問題 是不是窄了呢 你一個就是公平處理 一個公平使用就是 正是獨腳式的割免 就是開放但是獨腳 就是一個的 那就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而公平處理就是 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但是還要狹窄了 那如果在美國來說 如果是那四個因素是 你不可以獲得豁免呢 在香港來說 你那四個因素一樣不可以獲得豁免 但是如果在美國來說 那四個因素是獲得豁免呢 香港是獲得豁免呢 還要看究竟是否符合 比較美國比較英國 剛才你說的 如果英國呢 就譬如說 棄訪就已經得了 香港棄訪完 還要看四個因素 那是不是香港比較英國 是窄了 大體來說是 為什麼我說大體來說是呢 就是如果看四個因素 如果考慮的結果 是跟英國一模一樣 就會相同 但是如果結果不一樣 就會窄了 所以大體來說 我們跟英國比較是窄了 就算如果你說 拿香港現有的法例 拿第39條 跟其他另外三個的豁免來比較 第39條是會闊過其他的豁免 因為不需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對網民大眾來講的問題就是 現時加油的那些豁免呢 全部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你如果跟我說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fair一點 就很清楚了 因為你很清楚 你知道還是這件事情 可以做得到 然後我再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只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我每天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就是 我知道什麼不能做 我做得到 我再考慮那四個因素 那為什麼我不選第一 開放式呢 因為只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無論是香港現時的建議 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南韓、新加坡、菲律賓 各個國家都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但香港還要是 只限於那十項豁免 四項現有豁免 加六項豁免 才可以拿到豁免 而外國就是 各樣豁免都可以 但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如果香港政府要 說服我 是覺得香港會 給外國寬鬆 你一定要告訴我 那四個因素是不一樣的 但香港不是 香港四個因素就是 完完全全 一模一樣 和美國一模一樣 那四個因素 那你怎麼可以解釋給我聽 說香港會寬鬆外國呢 你同樣考慮那四個因素 唯一你可以解釋的是 我們香港的官 就會寬鬆地 衡量那四個因素 外國的官 就不會很寬鬆地 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是官的問題 不是那四個因素的問題 所以來說 很難說是 外國較為寬鬆 唯一我可以接受 香港較為清晰的 就是第39條 因為第39條 沒有衡量那四個因素 那你就不需要去到官判 那你就只看 你是不是符合那些條件 你就可以落得寬鬆 嗯 那因為時間所限 那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要一個問題 香港的紀委有機會 有機會去做經理補習法 那就是 我就是 很同意的就是 如果法律是 空法 尤其是他現在 確認了那種新的權利 而那些豁免是 就是狹窄的話 就對有權勢的人 就是 那些擺音不自由的人 是絕對有理 實際上 他不用打官司 他嚇一嚇死你 就是打官司短 就是 那些私捨順利 你就是 你不敢打的 就是以前我做很多 八十年代 根本 如果你被人告一間廠 你被一間LV告 被卡治爺告 那是無法打的 你說我兩千萬一年的 的turnover 人家說你二十億 那所以他實在拿得那麼厲害 你拿得那麼厲害 你就撿你 你不用停工了 你一停工 就沒有人會打的 打幾年 所以就是 那個是很不平等的 那個barking power 所以我覺得 將來是有些機制 要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 使它盡可能 能夠平等一些 有幾個具體 第一 如果純粹是fair use 一個open category 保不保障到 或者有幾大程度 保障到一些 我們想保障的第二次創作 這個如果針對刑事的檢控來講 或者說fair use 都是問這個問題 只是說fair use 現在在美國 多不多案例 是被人知道 約我 即是那些indicators 即是那些indicators 雖然我們是fair的 雖然我們是暫設 我不知道 有沒有prosecution policy公佈 在英國的公佈 香港有時候有的 有時候有的 prosecution policy 我們這樣的情況 才會告的 而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歧視扶例 因為太過原則性 所以政府有時候 弄了一些guidlines 然後就說 你跟著guidlines 你還會是一個答變的理由 怎樣上公佈 如果你不跟 就沒有這個答變的理由 所以 都是 我相信 我相信 人哥說 那個 檢控那個準則 其實我本身想問 因為這四個 criteria for spare use 這四個factor 其實它本身沒有定義 那個raise 其實它會不會有不同的 即不同的case 會有不同的raise 那令到它會在不同的case 都找到一個prediction 可以知道 那個狀況 會不會達到那個 就是 調例的那個 所以 和剛才那個 作詞 作詞 所以 如果是刑事方面 其實是 外國 是告灰色地帶的 作品 其實我是沒見過 因為是爭議性太高 也都是 如果你是作出刑事檢控 的機會其實不高 但是最大問題 其實 在香港裡面 也有很多 例如廚務的朋友 或者 反對條例的朋友 是 個focus 錯誤的地方 就是 他們是 專注在 究竟政府 會不會起訴 但是你剛才說的 其實很合理的 就是 其實去到起訴 已經遲了 基本上別人怕的 就是收封律師信 就是 例如 如果我是 反決了一個人的話 我很容易出一封律師信 告訴你 香港現有的條文 民事可以告你多少次 我們可以 有什麼權利 認事 可以告你 你 根本上 你不需要去到 由 律政司檢控 根本上 大部分網民已經害怕的 這個就是 製造了 最大的 韓潮效應 其實 香港人現在很多次 討論的就是 但是我不會告你的 其實他不需要告你的 只不過出封律師信 根本上 你已經很害怕了 第一 已經很煩的 你要去收封律師信 你要跟 有法律知識的朋友 討論 究竟你可以有不同的行動 你也可以擔憂 會不會真的告你呢 這個其實是頗大的問題 第二 就是 如果是灰色地帶 作為一個 例如在外國檢控 通常他都會考慮 究竟這個 會不會算是fair use 或者算不算是fair dealing 你的問題就是 其實可不可以在法例裡面 可以清晰呢 或者是 例如現在 香港知識產權處 在說 我們需要一個法律 是清晰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公平處理 不用公平使用的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你用真正的公平處理 是好像來英國式的 沒有衡量那四個因素的 那你就可以清晰了 但香港不是嘛 香港不會考慮 英國式的公平處理 香港會考慮 英國美國集合式的公平處理 那其實根本上又不是公平處理 因為你要衡量那四個因素 你不去到檢察官 你不去到法官從民事的 你根本上不可能知道 例如剛才那個覺得 他不會控告我 我覺得我會勝訴 那你就覺得 這個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用戶覺得 其實actual 可能能夠贏的 我可能會覺得有問題 那就不清晰了 如果你政府是真的要香港的公平處理清晰 一定要學英式 不可以英式再夾雜美式 又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也都要公平處理 你說要公平處理的話 不等於你一定是公平處理的 你要給我這條條文看 究竟是否公平處理 你要考慮那四個因素 而要平衡的 肯定這個不是公平處理的方法來的 這個根本上是美國公平使用的方法來的 你叫就叫公平處理 但你用的就是公平使用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很明顯 香港是受美國商會的壓力是非常之大 政府也都非常之大 亦都是香港想 知識安全保護得好些 對中國的批評不會去到香港 所以我們就想想方法 可以令到美國覺得是香港的法例接受 最容易的就是引入美國的法例 是那四個因素 放在香港那裏 那你現在到一會兒走出來 開發部會說 這個是美式來的 我們不會引用這些因素 然後我看條條文 為什麼美國的Factors 全部都在香港的條文呢 那你就說 那真的 因為我們叫做Fair Dealing 那個title叫做Fair Dealing 所以會比較清晰 你就算有個標題叫做Fair Dealing 不等於你一定會比較清晰 你究竟要看看你需要不需要衡量 你一旦要衡量 其實一定會不會清晰 我問問是案例多不多這個 對於Fair Dealing 多不多案例 多案例 多案例 但是這個也是有一個 我所謂的Red Herring 就是在美國多案例的話 就算在美國實施Fair Dealing 都會多案例 因為根本上美國 是 你在版權訴訟 它的話 它是根本上的 第一個 damage goal 第二 也都那個 司法制度 是favor 你告那個人 那你不是 同樣的制度的話 裡面 無論Fair Use還是Fair Dealing 都一定多案例 那你只看 美國因為Fair Use多案例的話 而沒有考慮過Fair Dealing 會不會多案例的話 那你那個比較不適合 那你那個比較不適合 就是一個好例子 就是我們常在猜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如果你說這個版權條例 那樣 2011年的方案 如果它立入了 現有豁免 會不會已經通過了呢 根本上我們沒有可能 走回頭可以知道的 那你就得個古字 有些人就說 如果那個時候 已經加入了 戲房的話 已經通過了 我們就不用等到現在 又拉布又成 因為根本上已經通過了 但其實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走回頭去知道 同樣的情況 我們香港 例如轉了公平使用 會不會突然間 好像美國那麼多訴訟呢 就是在我的看法 就是我們香港 跟美國的訴訟文化 根本上不同 所以根本上 就算是轉了的話 也都不會多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是美國 加入了公平處理 而不要公平使用 會不會訴訟少了呢 我也都不覺得會 因為在美國的訴訟文化 根本上 無論你是公平處理 還是公平使用 一樣是會多訴訟的 美國的公平使用 公平處理 那些案例 實際的管制 會不會看到 有很多的 其實 例如 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 要簡短Peter 案例這裡 立法會文件 真的有六個 有六個 美國的案例 這個可以再分享 因為 我們這裡 其實 今天我們那個 版權 真的很多 裡面很多 仔細的條文 今天聽到很多 都是有關 如果網民方面 就是 我怎樣才會侵權呢 另一個就是 如果從制定的角度 Fair use fair dealing 究竟怎樣用 好的 最後